今晚热点透视带您来关心 高铁从今年春节开始 运量率与创新高 中秋廉价有写下了单日31.8万人的新记录 营收渴望大赚 而高铁呢也将要回馈员工 宣布从明年元旦开始 帮全体的员工加薪3.42% 预估会有4500人受惠 这也是高铁近四年来第三度挑新 每逢廉价高铁各大站总塞满返乡人潮 随着运量逐年提高 财报亮眼 高铁预计明年要再帮员工加薪 内部公告曝光 上头提到将针对全体员工加薪3.42% 预计明年元旦生效 适用109年3月1号还在职的员工 统计将有多达4500人受惠 看看高铁光是今年单日运量 春节29.8万人次 清明廉价达30万人 中秋节运量再创历年新高 营收渴望大赚 高铁才会计划回馈员工 因为员工也在努力嘛 对不对 也有他付出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蛮合理的 公司有获利代表员工有在努力啊 所以员工有加薪是很正常的 其实高铁从2017年 旧曾帮员工加薪百分之三 今年加百分之三点五 明年的调薪计划将是高铁四年来的第三度加薪 对此高铁公司回应 因为考量近三年 运量及营收都有稳定成长 才会通过这次调薪案 其中针对基层员工 最高调幅达百分之五点一 调整后新进的一线人员 最低薪资三万三千八百元起跳 高铁近几年稳定加薪 难怪会成为不少求职者 向往的幸福企业 记者中文报道